一定要选最好的PRP学校 跟最牛的老师 学就得学最高端的课程 什么负载均衡 主通数据库 动静分离 能学的都给他学了 这从兄弟出去工作了 看到主管 甭管有事没事 都跟人家说 The project is so easy 本有面子 什么是PRP大牛饭 PRP大牛饭就是 买什么东西都买两个 不买一个 买冬椒 喝一碗 倒一碗 就这么有个性 我们做程序员的口号就是 不求最好 但求不包错 大家好 上节课呢 咱们介绍了阿贾克斯的一些 常见的功能开发的一些事例 那这节课呢 咱们来学习一下 在项目中会用到的一些JS的一些插件 比如说我们将打开一个系统 比如说打开后边我们要介绍的一个项目 我们进入在下后台看一下 那在咱们的系统里边呢 经常会用到一些JS插件 有一些东西 JS 你看这些小特效 尽量去自己去写一些 或者像咱们前面说的 比如说管理栏目或者添加栏目 像这样的特效 这样的话尽量自己去写 而有些东西 其实网上都给我们提供好了一些开源的插件 比如说 咱们添加文章 像这种文本编辑器 咱们用的插件叫CK actor 这种文本编辑器 那如果这个你不再网上找自己写的话 那有可能这个单独就是一个项目 没有必要将精力花在写这种编辑器上 你比如说你花一个月两个月写完 有可能你写完没有网上直接找的那些插件 效果好 那白白浪费一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有些功能呢 咱们都是借助于现成的插件去完成的 当然有些插件肯定有一些不合适的地方 我们需要进行去改版 那比如这个咱们就尽量去调油了 还有像比如说 添加公告 像这种颜色选择器 那这都是一些插件 或者像这种日历选择器 看你这种日历选择器 这都是一插件 像这种文本选择器 就是多汉文本输入框 都是一些插件 尽量这些插件别自己开发 而网上找一些功用的 那既然找一些功用的 那大家还会有一个问题 因为只要是GS插件 那它需要有几部分配合 首先呢 它需要有RTMR部分 有CSS部分 那重要的是有架子块部分 还有图片的部分 然后还有加上的后台PP的部分 有可能很多部分结合成的 那就比如说像这样的颜色选择器 如果需要这几部分结合的话 那你每 假如说咱们下了一个插件 你每次用这种颜色选择器的话 你就得反复的写RTMR 写CSS 写JS 写P 对吧 那或者是像这种文本编辑器 因为不光是添加时候需要用 比如公告 比如说修改 你看这地方也需要用到 这个图 这个 也是再一次用到这个日历选择器 那像比如说 添加文章 添加文章用到这个工具 那修改文章 也会用到这个工具 那你是每次都花大量的精力 花大量的精力 去把东西 去把这个GS CSS RTMRT代码 哪怕就是你粘贴的话 也会有一些漏洞 对吧 不太好处理 所以咱尽量把这些一个插件 在项目中多次用到的 尽量把它变成一条代码 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东西 当然了 这是模板中用的 GSX一板都是模板中用的 我可不可以用扩展的方式 比如说在咱们项目里边的 smart里边 如果大家对smart了解的话 当然讲smart的时候 我也给大家介绍过 smart本身就是有插件的 看到这些 系统插件 我可以用这里边一个文件 把一个GS特效做成这种插件 然后我在模板里边 直接一个模板指令 就可以把它插着用上 这是完全可以的 但是呢 咱们有些人开发的习惯 有很多人用混编呢 或者是用不同的模板引擎 所以你要把这种花精力 做成smart 前面这个功能 咱们是讲过的 我这里就不太多说了 如果把精力做成smart这种插件的话 那如果你混编 或者是不用smart的一些项目里边 还用到这些插件 你就需要还写一次 所以我建议大家干嘛呢 尽量把这种插件的东西 做成一个类来使用 这样的话 我只要什么时候想用的时候 我只要通过这个类来访问 那不管用的是smart 还是不是smart还是混编的方式 都可以用到这个类 都可以用尽量用一条代码 就可以实现这种插件 不管这个插件多复杂 只要你在做这个类的时候 把它已经做到最优了 那下次什么时候用 就一条代码的事 就可以搞定 而且可以反复用 所以呢 这是一种开发的一种方法 比如说前面咱们用的 我这里边因为咱们由于时间关系 我还由于复杂度 所以呢 我只给你讲一个插件的一个制作过程 然后其他插件都类似 比如说 我给你做一下这个颜色选择器的插件 那这原则选择器呢 就是在网上找的一个小插件 那本身的功能其实很简单 就是下载的一个这个 这就有这些GS 里边有一些设置样式的一个过程 有图片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rtm代码 只要我在代码里边包含那个GS文件 然后使用input表单 加上这个 我们就可以拥用它了 所以呢 我们要想把它做成插件 那我们需要 比如说 这属于表单用的 我们需要做一个类 那我就现在把这个类放到class目楼下 我起一个类名 我们可以叫做 就叫做表单 比如说我叫做 for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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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ss.prp 写上这文件 然后里边做一个form类 class.form.form 那咱们说一个类的话 如果相互关联不大的话 尽量做成静态方法 比如说 咱们就做一个颜色空件 的一个方法 faction 是 尽量做成静态的 这样的话 我们不用创业对象就可以用 public.st.ta.c. 静态的方法 我名称的可以自己起 比如就叫做color 颜色 对吧 然后如果我做一个日历的插件 那我就可以faction 比如d.a.t. 或者是叫其他的方法名 你可以自己随意起名 你叫什么都行 比如说我就叫d.a.t. 然后public.st.ta.c. 当然这里我们只做这个了 或者ckactyl的编辑器等等等等 都可以这么选择 那这里边颜色选择器 我们主要的是干嘛 如果想在这里边 一使用这个类的时候 就能直接输出这样的效果 所以呢 我们就先把整个的这个插件的东西 比如说插件 是这个目录 我把它整体这个插件 再改动代码 当然了 如果这个插件不太实用的话 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尽量提前修改好 放到我们现在项目 是在这个目录下 那我把它放到public下边的gs下边 你看 这上级课咱们用的阿级课3.6 把整个插件目录放在这 这样的话gs文件就有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边 尽量把刚才这里边 有输出的东西 我们把它 放到这个位置 看到在静态类里边 在这里边输出 现在咱们页面上用什么 咱们现在就输出什么 那咱们假如说非得一起输出的话 咱就先记个字幕串 等于 比如说外层是呆 里边有刷一号 那外层咱就用呆一号 这样 然后呢 下边这个 前面的东西你就可以自己用了 我这话直接 点等于 当然有一个就可以 然后 我们直接返回 $ITR 那这样的话 你看一下 我们就能 只要我一定要的方法 就会返回这个字幕串 在页面上只要一加载这个字幕串 那就加载这个言识圆的去了 那只不过这里边 我们现在是放到框架里的 所以让它找到框架 这个gs路径就可以了 所以框架里边咱们放到 public下边gs下边那个目录下 所以我们这块 得连接一个 b下方线public bpublic就找到框架的public目录 框架的public目录下边 哪个目录下的 gs目录下的 咱是gscoror 是这个下边 所以这样的话 咱们在页面输出的时候 任何地方都可以到这块 public下边去找的gs文件 然后这里边输出一个言词选择 就可以了 那如果想提交服务器呢 那它肯定得有个名称 而名称的用户用不同表单 需要自己定制 所以这里边必须让用户 传一个表单的名字 那我们这块就可以直接 直接使用name等于双眼号 Ballofname 这样用户就可以传名字 在修改的时候 用户需要把默认值传过来 需要把默认值传过来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边就需要让用户可以传递默认值 如果第一次使用呢 让它不用默认值 那我们这会儿可以用一个 直接一个默认参数 让它默认是黑色的 然后这里边这是默认值 我们就可以变成 Value 那就可以这会儿你传什么值 修改的时候这样就让它有默认什么值 当然了 咱们为了让它样子好看一些的话 咱可以加一些样式 比如说 宽度 大概比如说50或者48像素 不合适 你再调 然后高度 比如说咱们做成是16个像素 然后 如果超出部分 因为高度的话 在IE里边高度最小事是18 超出部分 超出部分 隐藏 就可以了 然后 标准化的 加一个结束 这样的话 我只要任何地方 只要调用这个静态方法 我就能输出这些 它就会到框架里边 把这些 GS的那些插件 给我们找过来 然后在页面上直接用 那我们试一下 能不能用呢 好 我们 到 我们的 后台 先到控制器下面吧 我定一个 plu 插这点 class.prp 就随便用的一个功能 一个控制器 在这里边 class plu faction index里边 方法 你看 我只要用这次里边的 ASI金分配一个 比如颜色 color1 然后 这里边 传一个 form form下边的 color 起个表单名字 比如说 beauty颜色 t-i-t color beauty颜色 分配过去这个字母串 那就在某个版里有了 在模板里边 我直接display 显示 我们来看一下 再需要做一个模板 需要建一个 plu 里边建一个 index.tpr 在这里边 在这里边 其他的东西 我就不写了 你看 我如果直接在这块 使用这个 doll color1 看一下 我们在页面上 就能看到 这个颜色插件了 plu index 就会有这颜色插件 直接用 但这个有点 不太符合W3C规范 因为有一些插件 它是严格遵守W3C规范的 所以咱们就 右键 查看员文件 让它强制遵循W3C规范 我们 在 这个上面 加上这个 好 你看 默认是黑色的 然后 我选择蓝色 就变成蓝色 一点别的地方 它就没有了 那有的时候 颜色选择器 不光是标题 标自己颜色 有可能其他的 也标记成颜色 那我能不能用多次呢 颜色2 颜色3 颜色4 那这块 假如说我就 就用两次 也不用太多次 然后我在这块 假如我再输出一个 让它另外一个插件 看 颜色2 标题2 我们来看一下 可不可以呢 刷新一下 看上去没问题 但是我们看一下效果 这可以 这可以 但是你看我们右键 查看原文件 出现了什么问题 看一下 这个GS文件被加载了两次 用到一次 它就被加载一次 所以这样是可能不科学的 加载一次就可以了 那这两个下面组件都可以用到这一个GS文件 现在加载两次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因为它这在里边已经解决了放置冲突 那我们可以在这块 所以说使用插件的防止在一个页面使用多次 我们可以随便定义一个长量 比如说 先判断 假如没有这长量的时候 我可以判断 如果 DEFNED 判断长量的是加个E 用个D 判断哪个长量呢 比如说COROR 颜色 随便写个INIT 颜色处处化 如果这个长量 存在 我就执行下面这个 过程 是存在执行吗 错了 是不存在的时候 我们执行 下面这个 而一执行下面这个 我就定一个 Define 定一个COROR 下方线INIT 然后 直是随便给个值 你看 这就限上住了 因为第一次执行这个的时候 是没有前面这个长量的 然后生了这个长量 加载一个这个 第二次再执行这个过程的时候 就有这个长量了 它就不会进来了 所以通常咱们都使用长量来限制 一个方法输出两次的时候 控制某个部分 只输出一次 就用这种长量的一种小算法 这也是经常在一些开玩项目里边 常见到的一些模式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刷新 能得到同样的效果 但是你看 SRC加载这个 就一部分了 然后是连续两个input 这样的话 我们在任何地方用 用到这个插件 只要我在这块 分配一个表单里边的一个插件过去 模板里边就用条代码一写就可以了 但是像这样的插件还有很多 那 既然咱们这里边 嗯 已经 你已经知道这种开发的一种模式 那系统里边那几个插件 我就不向大家详细的一一做对比介绍了 我直接把那些拿过来用就可以 比如说 在咱们后节要开发的项目里边 在 这里边 class里边 你看我把这个拿过来 跟刚才咱们这个做一个覆盖 在class里边 这是刚才咱们写的 这里边只写了一个方法 现在我覆盖它 这里边是写了多个的 你看5k的 这里边我做了三个插件 一个是 刚才咱们做的这种 什么 颜色空件 颜色空件 还有这种 刚才能演示的日历空件 但这里边 有很多方法了 还有一个 就是这里边的 文本编辑器的空件 咱们主要来看一下 都是通过刚才那 那种方法去写的 只不过这些 像文本编辑器的空件 还有这个 嗯 还有这个日历这个空件 比刚才那要复杂一些 你看在页面上要输出这么多东西 才可以完成 这个呢 在页面上输出这么多东西 才可以达到 是复杂一些 但是原理都是一样的 都是想办法在页面里边用一个就可以了 那他看这个类怎么用 那你不忘空件放在这了 你还需要把对应的GS 摆对位置 那对应的GS 当然了 都是放在同一个地方的 都是 POPLAKE下边的 因为文本编辑比较大 就没放在GS目录下 所以呢 你把它直接放到 你TIME下边的 你可以把它放到GS目录下 这是可以的 比如说我都放在这个GS目录下 然后还有 GS目录下有刚才的这两个 因为GS空间咱们已经有了 我全覆盖一下就行了 那只不过这块 你想把那放在GS目录下了 那你直接得写个 加个GS目录就搞定了 好 同样是这个类 同样是三个空间 那我们分别用一下 在程序中 咱们怎么使用 再同样 把刚才的那个三空间 都按照我的方式 考过来 编写的方法都一样 有一些复杂 过程相同的 我就没给大家去写 看一下 还是用 在这下面 还是用刚才的那个类 也就是这个类 刚才呢 用过颜色空间 一样在这里边是可以使用的 因为这两个类 咱们用法是一致的 你看一刷新 还是没问题的 那只不过下边再多加一个 比如说 我想用到日历 我想用到日历 比如说 添加公告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你要用用户手工输入的话 那用户呢 有可能格式会输入的很乱 所以呢 尽量用一些插件 像刚才咱们那个日历选择器的插件去做 比如说分配 这次里边的 ASI金 分配一个 STRT 开始时间 那我这块就用form里边 咱们刚才看到有一个方法 叫什么呢 有个date方法 第一个就是这个表单的名字 第二是表单的默认值 那我们先把表单的名字 因为这名字是必须选择的 比如说叫date 叫date的方法 然后参数第一个名字 叫做 STime 就start 开始时间 然后再加一个 这次里边的 ASI金 来一个结束时间 end time 结束时间 form form里边 date 加上end etime 结束时间表单的名字 然后有一些不合适的名字 你都可以改 空中记起来了之后 我们在试图里边 我们只要加上 刚才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比如说 start start time 开始时间 边 加上一个 start 结束 end time end time 结束时间 这样的话 我们在 这块只用了一条代码 那我们在这块 也只用了一条代码 这样的话 就直接把日历差价 给写上去了 我们这块 有一些问题 看一下 这块少写了 $前面 $ $ 因为它分配过来是变量 看一下 这就是日历差价 这日历差价 也是我优化好的 你直接用行 包括后边 放一个图标 这都是在样式里面设置好的 默认就是选择 比如搜索从1月10号到1月17号的数据 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做就行了 你看一下 它在这里边加了哪些东西 这是我跟我们包含进来的两个日历 前面加载这些文件 加载一次 然后显示的格式 当然我们这还有一些其他参数 比如说 第二个参数 是一个默认值 第二个默认值 那默认值的 比如说像当天时间直接就在这已经选得上 怎么办呢 他默认值需要的是 也是这种格式 年月是十分秒的格式 比如说 是2013年 12月12日 假如说 我这么去写 你看一下 默认值 会不会在这直接显示呢 稍信一下 你看2013年12月12日 你可以选择别的格式 就变成别的格式了 所以这块我们要想选择当天时间的话 我们直接用一个什么 DAT 用这个系统函数 年月日 把这个显示的自乎串格式值往这一放 就可以了 2013年1月22日 那你要不添的话 默认值就是空 然后 有的日期要精确到十分秒 要精确到十分秒呢 你就用第三个参数 第三个参数 默认是假值 只要传个真值 比如说1 也能代表真值 那他传的 那是 那这是小时分秒 他就会变成一种长格式 你看 三点 2013年1月12日三点 记住这个时间 所以在做修改的时候 想变通的话 想要他修改什么值 那我们直接把这个时间五回一放 他就会直接写上的那个值 就像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 像这个地方 你看 添加完了 然后我们比如说 这是添加公告 添加一个时间 在管理公告的时候 比如说修改 你看这时间 就是默认回来的 你就可以用这个去做 这就是日历插件 比较容易实现 只需要你记在咱们程序里边 加一条这个代码 然后再把它放上去就可以了 这个组件 这个插件也是我优化过的 你可以直接用我这个插件 当然了 像这功能在LTM5里边 已经是有的了 在LTM直接有这种日历啊 之类的 你就不用再用GS自己去写了 但是呢 现在LTM5还没大规模使用 那如果没大规模使用的时候 你想要在不支持RTM的 规览器里边用到日历 那你就得采用这种方法 而且你任何时候用日历 只需要一条代码了 而不用反反复复 写像他们打开代码似的 写这样的大量的代码 好 除了这两个插件 这里边 因为我这项目里边 就用到三个插件 那第三个插件 就是这个稳稳编辑器 稳编辑器 你只要在 这个地方也是 Z4里边 ASIG 分配一个 假如说咱们是文章 ARTA CLE 添加文章 FORM 文编辑器的 这个函数 咱们就要做 ET ED Actor吧 EDITR EDITR 然后这里边第一个参数 那就 不用说 肯定是什么 这个名字 添加文章 这个往数据过后添加的表单的名字 对吧 好 就添加的一个就行 然后在页面中 也是一条代码 假说想用表单 到时候 END 不是 ARTA CLE CLE 文章 添加 添加文章 BR 但是现在这个差价好像不行 因为差价里边这里边少了一条代码 嗯 这里边得加上一个 TSTA 啊 PIT ARE CUN 然后 斜盖 TST ARE 嗯 这块 然后 名字 等于 Dollar TEST ARE AID 得加上一个 加上一个这个功能 这样的话 默认这个字物串 怎么的 前边先有一个这个输出 好 这块加一个表单了 页面这块又出了一个文章 我们看一下默认这个是什么样的 看默认出现这种文文编辑器 当然文文编辑器呢 在当项目里边一共用到了三种格式 所以我们我可以在这里边任意去改下它的格式 比如说 第二个参数其实有三个值 默认的值是 B A S IC 就是基础的 那如果 我比如这个基础的 我做一些像添加公告什么的 还可以 比如说做一些像 留言之类的 我可以用这个 DSC 有三个值 你看 变得就会更少了 如果我想添加文章全部的 我就用负 再看一下 这样的话添加文章全部的就出来了 这个就可以跟咱们项目中用的文编辑师一样了 那就很简单 只需要在服务器端用一条代码 这话 然后客户端 这样 那所有的这些地方就都会输出给页面 比如说右键 查看原文件 会自动输出这些 自动输出这些 就不用咱们在自己手工的一点点去敲这些东西了 能大大节省我们的开发时间 但是这个参数第二个是只是选择哪种类型 哪种类型 第三个呢是指定高度 比如说你稳稳编辑像握的一样 我想要它400的高度 看一下 是不是高度就变成400像素的高度了 那如果我想让它 还有一个参数 颜色 我默认整个项目的颜色 主体颜色是绿色的 那我也得让这个插件变成绿色的 对吧 这样的话 我能猜得让它跟我们项目去整体配合 GRE绿色的 看呀 只要加第三个这个参数 那整个框就绿色的 整个 整个页面如果是统一这个颜色的话 你就可以跟项目去混合了 那其他的参数呢 咱们再详细的说 现在呢咱们先 了解这三个插件 另外最主要的是 就是这个文本编辑的插件 我都给你优化好的 包括这里边都是改成汉化过的中文 以及这里边 添加的这些表情什么的 包括里边的每个细节 像英文改成中文文本都是乱的 这里边都是给你调过来的 所以呢 它都不会让你感觉很乱 显示给 总之 你直接拿插件用 完全可以适合你用 而不用 不然的话 咱们这CK actor 这个编辑是很大的 你需要处理大量的东西 你才能把这个插件 完好的放在你页面上 包括瘦身 优化 去一些设置东西 汉化 改一些东西 这都是帮你调好了 你只要直接用就行了 别忘了把这个目录考过来 那个插件考过来 你最好直接应用的时候 就直接用我这个类 把它考到你class目录下 然后在插件里边直接使用 这样的话在开发项目的时候 你就不用再为一个文明编辑器 或者什么范畴了 当文明编辑器 你如果觉得这个CK actor 这个编辑器不太适合你的风格 那百度啊 或者什么都有很多种类型的一种 文明编辑器 你都可以把它以插件形成拿到手 然后组织成我现在这种格式 这样的话你在做任何项目的时候 这个都是能在一分钟之内 就把它完全给设置好的 而不用花几天的时间 去完成一个这样的功能 就把复杂问题变成简单 那怎么变成简单 就做成插件组件的方式 就搞定了 所以有一些GS的插件 尽量别自己去写 有现成的先用现成的 这样进行开发时间 还是那句话 你自己也如果也有能力开发的话 你花了一个礼拜或者一个月开发的 不如网上成熟的东西好用 而且你还浪费那么多时间 如果你就想学习自己做 那你学习自己做的话 那无所谓 你开发什么都行 所以像这几个都是找插件的 找插件的 当然还有更多的插件 只不过咱们后边要讲解的一个项目里边 只用到这个三个插件而已 那这个插件呢 这些功能都好用 但是 这个插件咱们下几课会重点的给大家用一下 添加文章的插件 比如说论坛或什么都用这个 比如这里边上传图片的怎么解决呀 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在下一节课 咱们会介绍 那这节课呢 咱们就最主要的就是如何认识差 三个插件 当然了 如果你按照团的方法 你扩展30个都是可以的 好 谢谢大家 这些课呢 咱们就就到这里 人生自古 谁无死 男生再学 PAP 孙当作人爵 死 一学 PAP 垂死兵重 精做起 今天还要学 PAP 少壮不学 PAP 老大 图伤悲 洛阳亲友 如相问 就说我在学 PHP 春年 不学校 处处 学PHP 在庭院做 李宁 在庭院学 西修 PHP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